6月7号 雷佳音 刘涛 惊喜先生上海 Webom Tiger of Nita 2018秋冬系列活动站台出阵 想说一身 灰色西装搭配球鞋亮相的雷佳音 也是走在时尚前沿 交混搭风玩到飞起 不过话说回来 白月蓝奖名单出炉 雷佳音凭借我的前半生 成功入围最佳男主角 虽然仅仅只是入围 但也是把雷佳音高兴坏了 就这样还不忘祝福 我的前半生的演员们都拿奖的 确实没有啊 为什么呢 这么没有心情 你是因为觉得竞争对手比较强大吗 对 因为那另外四个演员 生活中我都认识 然后呢 因为凭着在生活中对他们的了解 还有他们这回所出手的作品 我觉得无论从体量上 还有他们的演技上 其实我不在优势了 而且我是一个晚辈最小嘛 我觉得真的觉得提名就挺荣幸的 我其实那个 真的希望这个 我的前半生的演员得奖 但是我又不能说的那么绝对 因为我发现其他女演员我也认识好样 我这不行我得回答鸡贼一点 对 就是希望他们我们前半生的演员得奖了 只说完男神 以亮片连衣裙搭配风衣亮相的刘涛仪式 显成熟女人份 想说自从亲爱的客栈之后 刘涛仪式很久没有新出现在荧幕上了 聊起最近的工作 刘涛仪式有新戏正在拍摄中呢 现在是在佛山还有广东地区在拍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一部戏叫做面向大海 也是从1978年开始一直演到老年 2018年整四十年 所以这个跨度挺大了 四十年的跨度非常的大 都从有儿子到孙子了 然后从刚开始吃 也不能说吃不饱 就是过得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一步一步四十年到现在 所以对你来说挑战有些大吗 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演绎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人都没有看过刘涛有这样的能力吧 因为对我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部戏 我也是投入了很多 而且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都会想去看回放 就是越看觉得 哇这戏真好看 真的很好看